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根本来说应该说现在的时代在变 一方面中国在变 中国已经不再是尖船利炮就能打开大门的一个弱小的国家 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美国也在变 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于同盟体系的这种巨大的打击中正在恢复过来 所以现在美国的盟友就要渲染 要针对一个美国眼中应该应对的对手 要形成合力 使拜登政府有更多的理由 有更多的这种精力投入到恢复同盟体系的过程中 所以这个时候大喊应对中国 我觉得对于日本 英法这些国家来说 也是希望能够恢复到他们以前所认定的那种同盟体系的正常状态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种 从桌面下到桌面上的这种变化 反映出的恰恰是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内部的一些变化 而这种变化并不是说他们变得更强大 而是变得更虚弱 那么在变得虚弱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出位的举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